正经福建医疗中心所组成的小儿麻痹检查巡查小组 今天在台中卫生局的三楼展开了一天免费检查的工作 接受检查的小儿麻痹患者大部分是绝藤 其中没有成年人和年龄最小出生六个月的婴儿 而且还有远近新竹和苗栗地区全来要求检查的 想做人家货丁堂的社医和社会学生和家党们一致表示内心的感谢 不尽旧我呼吁家党们要为小孩按时接送做有效的预访